從資管到金控 因為金控就會比較有資訊 看到所謂的綠能源 綠能源的狀況其實在鄉下我們有地壓 但是我看不到說外國綠能源可以在台灣被做出來 那我就想說既然是我們自由地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產業叫做毛巾 它的原木料應該會在這邊可以被做出來 那就傻傻的就把棉花種下去了 其實棉花種下去之後就有點後悔說怎麼種那麼多 那你知道嗎我種過說我種不到三分地 我就覺得說它很多了